下面来看第七 运输合同 运输合同也是可以行使刘志全的一类合同 运输合同它既包括客运也包括货运 咱们实际上重点是讲这个货运 这个运输合同也是运送行为作为标的 它是双物有偿 那么当然作为客运合同可以是诺程可以是建成 但是作为货运合同通常是诺程的 咱们这里重点来看货运合同的规则 货运合同当中一个就是托运人的任意变更解除权 看到这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忆承论合同中 定做人是有任意的变更解除权的 运输合同中托运人也是 那么也就是说作为在承运人 将货物交给收获人之前 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终止运输 返黄货物变更到达地点 或者是将货物交给其他的收获人都可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只要在运输过程当中 想作为托运人他是可以随意发布任何指示 作为承运人都要来尊重这个指示 你比方说运到我从广州托运到北京 那么比如运到石家庄了 我说停在这不运了 或者你把货物返给我 或者我现在不往北京运了 你给我运到新疆去 是吧 或者是将货物交给另外的人都可以 但这里注意 要赔偿托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那你比如说 我要从来来运到北京 那现在我要要求人家运到新疆去 那这里头肯定 这个运费是不一样的 是吧 或者说我要求他返还 他要从石家庄又返还到广州去 那这里头他也有损失 所以这个的叫赔 那么第二一个呢 就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 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 那也就是这个货 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了毁损灭失了 他得承担责任 但这里要注意 这个承担的运约责任 其实是一个过错责任 但这时候承运人 他可以有一个抗辩 他比如抗辩说 你这个货物的损毁灭失 比如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 你比如天降大雨 泥石流地震 是吧 这个翻车了 比如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 你比如一挥发的 还有合理损耗 你比如这个新鲜的水果蔬菜 也就是说呢 这种鲜蔬 它肯定有一个合理损耗 以及呢 托运人收获人的过错所造成的 你比如托运人包装的不行 比如收获人 吃盐 来接受 来不收获 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证明 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那就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这个要注意 那么第三一个呢 就是在货运过程中 因不可抗力灭失了 那么这时候也就是货没了 对吧 那运费呢 也可能付了 也可能没付 那这个时候到底 你这个损失用谁来承担 那么作为货没了 那肯定 因为是不可抗力 是一个免责嘛 对于承运人而言是免责 那么这个货物的损失 那其实就是托运人 自己承担了 那么也就是作为这个运输中 这个运费怎么办 没给人运到地方 没有收取运费的 承运人呢 就不能要求支付运费 已经收取运费的 托运人呢 可以要求返还 也就是这个货物损失呢 由买方来承担了 运费的损失呢 就由承运人来承担了 因为作为卖方而言 实质上只要交给 第一承运人了 就已经视同交给买方了 是吧 其实作为卖方 倒没有什么风险了 那就是货物 由买方承担 运费呢 这个损失由承运人来承担 那么第四一个 就是作为托运人 或者收获人 不支付运费 保管费或其他费用的 这是怎么办 承运人呢 享有留置权 当然当时利用约定的呢 可以排除这个留置 收获人不明 或者收获人 没有征党理由 拒绝收领货物的 承运人呢 还可以提存货物 这个咱们在 债的消灭提存当中 讲过 就收获人 就收 是吧 或者不知道收获人是谁 那这时候不能 这个货都压在 长运人手里 它可以去批存 下面来看第八 保管合同 保管合同 也是一个可以行使 留置权的合同 保管合同 这里注意啊 它是比较少见的 建成合同之一 是建成 你比如自然人之间的 借款啦 保管啦 这些定金啦 都属于这个 建成合同 当然课题式行为 也可以有偿 也可以无偿 是个不要事合同 那么作为这个保管合同 保管人 有什么样的责任 既然是保管 当然不管是有偿 还是无偿 你都得给人 妥善保管 那么如果保管不善 造成了保管物的 损毁灭食 这时候保管人 要承担责任 但这里注意 有偿和无偿的不一样 也就是在无偿保管中 保管人 证明自己没有故意 或重大过失的 就不承担责任 这边有的时候啊 咱们 有人说 哎 我我进气 那要回家 为了省费用 我把这个出租房退了 打包一些物资 东西我就放到 我的老乡那儿了 那这就是一个 无偿保管 那么在这个保管过程中 这个这批东西 毁损或灭食了 那只要这个保管人 证明自己不是故意的 也没有重大过失 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如果是有偿的 你比如说保管合同中 保管人 或者咱们火车站啊 什么的 小家寄存的收费了 那你灰存灭食了 就得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现在来看 还有保管人的留置权 就是寄存人没有按照约定 支付保管会 或其他费用的 保管人呢 对于这个保管物呢 先有留置权 这个呢过于留置权的问题 其实咱们讲的三种合同 都可以使用留置权 还可以结合 咱们第八章 物权法当中的那个留置 也就225到226页当中 这个问题结合起来 一起来看 前面来看 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合同 这也是在民法典当中 新增的一类合同 也是咱们在实践当中 基本上 谁都绕不过去的 就是实践中啊 咱们接触最多的一类合同 这样你住在小区里 你不管 哪怕你是别墅区也好 还是普通的住宅区也好 都得有物业服务 那么作为物业服务合同 是一种什么合同 它也是一种委托合同 只不过是一种 特殊的委托合同 那么物业服务呢 它尝以劳务给付 为课题的合同 其实也是给你提供一种服务 诺程 有偿 双屋 钥匙合同 下面来看看物业服务合同的类型 首先呢 根据物业服务提供的时间 它有前期物业服务 和物业服务合同 这两类 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物业销售之前 你比如说这个房子盖好了 它在销售之前呢 它建设单位 与物业服务人签订的合同 也就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咱们一个一个的业主 就是由那个建设单位签的 就是咱们一般 你比如我买了房子 刚开始入住进去的时候 往往就是一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那么后边的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 就是正式的啊 这个它实际上是什么呀 是由这个业委会 选的物业服务人签订的合同 就是业委会 与业主大会选拼的 这个物业服务公司 那么这个时候得是什么呀 它肯定是这个建设单位销售 并且交付的这个物业 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符合 去组建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时候 你只要没有这个业主委员会 或者业主大会 行不成 那往往你肯定都是这种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那么根据这个物业的性质 有居住性物业服务和经营性物业服务 居住性的像咱们居住的这种小区 经营性的呢 你比如说这种商业大厦呀 鞋子楼啊 就属于这一类 下面来看第三 物业服务人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作为物业服务人呢 就是物业公司 咱们后边就简称物业公司了 它首先对物业实施管理 它有这个管理权 你不能说我不服从管理 你凭什么管我呀 是吧 第二一个呢 收取物业费的这个权利 这项权利不用多说 但是咱们要注意 他如果收不上物业费来 他不能干什么 能干什么 也就是他如果业主不支付物业费 物业服务呢 可以通过提起诉讼或 申请仲裁的方式 要求保障自己的权益 但是他不能干什么呢 他不能采取比如停止 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 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也不能说你不交物业费 我不卖给你电了 我不卖给你水了 我给你冬天停了 暖气了 等等 这是不行的 这个咱们可以回顾 第一篇当中的第四章 行政强制法 那在行政强制中 也是不允许这样的 就是强制执行的时候 第三一个呢 就是他可以将物业服务 区域内的部分专项服务 事项委托给专业性服务组织 或者是其他的第三人的权利 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 他只能把部分专项 去转委托 实际上作为这个物业服务合同 也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上它是一种 特殊的委托合同 实际上也就是咱们作为业委会 或者是业主大会 或者是前期的建设单位 为什么在正德的物业公司中 我选择了你呢 其实就是通过招头标也好啊 或者其他方式也好 我对你所抱上来的方案满意 对吧 那么所以你就得亲自来完成 但是作为 就是不允许你全部的去转让 但是部分专业服务可以 你比如说保安啊 什么比如灭蟑螂啊等等吧 就这些服务你可以 部分去转让是可以的 那么第四一个就亲自提供物业服务 就不能把它全部物业服务转给第三人 或者我把全部的这个物业服务 把它肢解了 我把它分成三份 我分给其他的三方 那就不行 也就是说呢 主要的你必须得自己做 那么第五呢 妥善提供物业服务 这不用说了 像报告 义务 那么现在来看看第七后合同义务 后合同义务 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 比如我和他和这个物业服务工作 签了五年 哎五年到期了 能不能说他就拍屁股就走人了呢 后边我啥也不管了 这里注意啊 在新物业服务人 或者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接管之前 也就是在接管之前啊 原物业服务人呢 应当继续处理物业服务 也就是在中间啊 不能形成一个空白区 垃圾也没人打扫了 什么其他的 比如这个绿色植被 也就是这个也没人 修剪了 这个不行 要继续从事这个物业服务 当然这个也不让你白干这个活 可以请求业主支付 这个期间的物业费 这活你得干着 钱当然你也可以收着 那再有呢 就是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了 当然你还要义务干嘛 大家原来 咱们以前要看电视里 经常也有这种情况 说原物业服务人 这个物业服务公司 我就不走 我就在这 我就站着 你新物业公司也进不来 这个行吗 也不行 就是原物业服务人呢 应当在约定期限 或合理期限之内呢 退出服务区 你不能说就在这站着 在这就形成了 一种这个很不好的这种局面 对吧 你得退出 要将相关资料交给业主委员会 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 或其他指定的人 你不交给业委会 或交给业主 或者交给 咱们新的这个物业服务人 你得配合新物业 做好交接工作 并且如实告知 物业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你把原来前面的这些 账簿啊什么 你都得转给人家后边的 这个后合同义务 大家要掌握 那么第八呢 就是有权随时解除 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 当然要提前60天 收免通知 那么这里随时解除的呢 一定是注意 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 那么刚才所讲到的是 物业公司的权利义务 那业主有什么权利义务呢 这个咱们就简单的看一下 比如选择物业公司 是吧 与物业公司签订 本质合同 督促监督物业公司的服务 这些呢都是他的权利 那么然后呢 义务呢 支付物业费 这个是不用说了 那现在咱们重点 看这个第五和第六 这个告知义务 这个咱们很多业主 其实也都经历过 也就是咱们业主 如果要装修房物 比如转让我这个房物 比如出租物业 专有部分 比如我把房子出租 或者设立居住权 或者是依法改变 共有部分的用途的 应当告知物业服务人 这个地方完全是可以做一个 好点 就是你要干什么的时候 你得告知物业 要不然在装修的时候 你得去那报备 要买卖房子 你得去物业 你还得去办一些什么 水费电费啊 这种手续 对吧 都得清理了呀 出租也一样 设立居住权等等 这个呢 咱们也结合这个居住权 一并来掌握 当然呢 也有权随时解除 不定期的合同 提前60天通知 那么下面来看 杭记合同 杭记合同呢 是原来 合同法当中 也是一个传统的 这样的合同种类 这个杭记呢 它就是 其实这个杭记人呢 杭记合同也是一种委托 也就是呢 也是一种特殊的委托 它就是以自己的名义 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 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它是有点类似于后边的中介 但是它又不一样 那么作为这种杭记 也就是作为这个 接受委托的这个 这个杭记人呢 他要有资格 他就是说呢 有从事杭记业务的资格 这个你比如像咱们的 证券交易所呀 期货交易呀 信托呀等等 它是要有特殊的资格的 你不能说 我随便一个人 我就可以做杭记服务 这你做不了的 那么这个杭记人呢 你接受委托 从事这个工作呢 是以自己的名义 为委托人从事 活动 你比如股票买卖 我接受了委托 我要买多少手股票 是在这个委托的这个 价钱范围之内 那然后呢 你就给他们办这个交割 但是作为买卖双方 他们之间也不见面 那么作为这种杭记合同呢 它也是一种特殊的 委托合同 那么这个课题呢 就是为委托人从事 买入卖出 这样的行为 你委托 我委托买入股票 你委托卖出股票 这样配对成功了 他就给你 买卖了 那么现在来看 就行记人买入 卖出的这个物品的所有权 当然属于委托人 是吧 风险呢 也由委托人来承担 当然你这个股票是涨了 跌了 或者实施这个信托 或者期货 这个都是这个风险呢 也由委托人自己承担 下面来看 第十一 中介合同 这个中介合同呢 也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合同 就是原来 咱们在合同法当中叫 局间合同 现在叫中介 那么什么叫中介合同 它和那个行记合同呢 又不一样 那行记合同 比如我给你负责买入 买出这个股票 其实作为卖入方和买出方 是一不见面 二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也就是作为这个行记人 直接就给你把手续办了 但是中介不是 中介其实就给你牵线打桥 就是中介人向委托人 报告定立合同的机会 或者提供定立合同的媒介服务 委托人给他支付报酬 是这样一类合同 就前两年啊 咱们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 安家 孙丽主演的 那么里头有个饲料大王 林茂根 购买那个相公杆 后来跳单了 其实他其中的 当然那个跳单是很美人不齿的 但其中啊 他就是因为跟这个中介 也就是这个房屋中介 他没有签这个中介合同 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么作为中介合同 当然他是双物有偿 诺承不要事 那么这个中介呢 他包括报告中介和媒介中介 那么在这里头 他其实就是 不管是报告定立机会 还是提供这样的这个媒介服务 比如我带着你看房啊等等 那么这个 但是中介人对于 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 是没有介入权的 也就是我给你 比如带着你看房 看了十个 结果你相中这一套了 那么作为这个买主和卖主 去签约的时候 他俩再去谈判的时候 你没有介入权 你比如我他挂出 说一百万 这边我相中的房屋 我说八十万 那么到底是九十万成交 还是多少钱成交 那么是买卖双方自己去谈 那么这一点呢 中介和那个 长纪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来看看委托人的义务 委托人的义务呢 就是支付报酬 关键这里头 这个报酬 是不是一定支付 就要看中介人 是不是促成了合同的成立 就中介人 如果促成合同成立了 那委托人 就按照约定支付报酬 你比如你带我看了 一套房子 我就相中了 对吧 我就买了 我得支付你中介分 但你带我看了十套 我一套也没相中 最后没成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报酬 我也不给你 就属于这种 但这里头啊 他有一个特殊情况 也就是民法典当中 新增了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这个委托人呢 在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之后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 或媒介服务 绕开中介人 直接订立合同 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票单 你比如他让这个买卖双方见了面了 他彼此私下 咱交换了联系方式 咱绕过他去 咱就省这个中介费 那即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 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你比如前几年这个 电视剧安家里头 他就有两起这个票单的 一个刚才我说的这个 林茂根 还有后来呢 一个叫宁新的 就属于这种情况 但你这后开人家了 你也得支付这个中介费 那么这属于这个报酬 那现在还有个叫支付中介费用 这个报酬和费用又是不一样的 这里注意 报酬上属于这叫什么 有偿合同 你给我促成交易了 我得给你这个报酬 比如说1.5% 2% 这个叫报酬 那么还有一种叫费用 就是中介人没有促成合同成立的 就是没有权利请求支付报酬 但是呢 可以按约定请求支付 从事中介活动中支出的必要费用 这边人家带你 看了十套房子 而且每次都打车呀等等 那么这里头可能甚至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必要的费用 这个时候你 可能你比如这打车费呀等等吧 如果人家需要你支付 你要支付 下面咱们来看中介人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作为这个房屋中介 比如说 那首先他要报告缔约机会 或提供缔约媒介 这个不用过多的解释 比如我给你带你看房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忠实介绍和尽力服务 那就是你要给如实的介绍情况 不能够故意隐瞒 如果故意隐瞒了 那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其一不能请求支付报酬 并且呢 还要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在现实当中 你比如说房屋中介 隐瞒这个凶宅的相关的信息 那么日后 人家作为买方知道了 那不但要解约 对吧 同时呢 你要退还人家中介费 还得赔偿人家的损失 那么还有呢 关于保密义务 这个不用解释了 那么第四一个呢 就是负担中介费用 这个也就是说 如果中介人促成了合同成立 中介合同的费用 就由中介人自己来负担 也就是你促成了这个合同成立了 你收了报酬了 你不能说再收一遍费用 也就是这个报酬当中 你所赚的这个钱里头 就负担这个费用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报酬请求权 这个呢 前面咱们讲到了 促成合同成立了 或者说他尽管 接收了你的中介服务 后边又跳单了 中介人都有权要求支付报酬 那么在这里层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报酬和费用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下面咱们来看一个题目 假委托以房产中介公司 来帮助寻求核实的这个方圆 以公司经筛选发现丙的代售房屋满足甲的要求 随向甲报告 之后甲与丙约定 10日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丙因意外 丙因意外事故未能在10日内从国外返回 导致甲丙的买卖合同未能签订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下列关于以中介公司报酬及费用等 请求权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那么其实在这个提干当中 特别关键的一个信息 就是甲和丙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 没有能够签订 当然这里头呢 就是因为丙的原因 但咱们注意 作为中介合同中 只要你没有促成这个合同的成立 你就不能要求来支付报酬 而这里头这个没有签成 不管谁的原因 签成了你就能有报酬 签不成就没有报酬 这是要注意的 那么首先来看 A 说因为促成甲丙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以公司不能请求假支付报酬 这个是正确的 他想什么支付一半啦 说以公司可以请求假支付 报酬及产生的费用啊 这些呢 都是不能够这个选择的 看看这里边啊 大家说 其实大家来看 这里头 为什么有一个丙呢 就这个地位上不对 这是大家有可能会有疑问的 说以公司可以请求丙 支付其从事中介活动 产生的全部必要费用 说没有促成 你就让他支付费用呗 但这里注意 是谁这个乙公司接受的谁的委托呀 接受的是假的委托 所以呢他不能请求丙支付费用 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呢 是A选项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也就是咱们的所有的这种有名合同 也就是典型合同就讲完了 咱们这个知识点当中呢 讲受了11种 那么咱们最重要的是买卖合同 借款合同 当中尤其注意这个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那么赠予合同 尤其注意这个三种撤销权 那么在租赁的合同 咱们要注意它的这个期限 也就是说或者说呢 视为不定期租赁 承来合同要注意定做人的任意解除权 那么中介合同中呢 要注意这个跳单 那么作为物业服务合同和保理合同 也就是说是民法典中的新增内容 就是自民法典颁布之后 到现在一直还没有考过 但是呢咱们千万不能钓鱼情形